刚认识时 他故意表现得成熟稳重 细心体贴 但现在 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他总说我变了 对他不够好 但其实我心里是非常在意他的 他向我隐瞒了太多事情 我现在对他特别失望 我只是希望在他心中 我能多些优点 是个好男友 所以才没把真实情况 全部坦白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叶先生41岁 来自安徽 汽车销售人员 魏女士31岁 来自河南无业 欢迎两位 魏女士现在很苦恼 是吧 是的 你想离开她 对 我想分手 但是身边的所有人都说 不可以 是吧 对的 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分手呢 我们是在一年前认识 在酒吧聚会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起去玩认识的 她就看到我就一见钟情吧那种 然后先找我要了联系方式 回去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了沟通 我看她朋友圈经常在家里面 帮助老家的妈妈干活 然后很质朴 然后她工作上面发的照片 就是那种非常上进努力的男人 而且我也是离过一次婚 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 找人也挺难找的 后来经常去聚会 我约我的朋友 她约上她的朋友嘛 去玩 她的朋友都在我面前夸她 这个人特别善良 特别贴心 会照顾人 我就觉得更适合做男朋友了 就和她交往了 交往之后怎么样觉得 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发现她不是她朋友圈 展示的那样 而且她的朋友圈 是仅对我展示的 她是故意演出来的那种 你的意思是 她的朋友圈是经过包装吧 对 然后她那个朋友说她好 也都是她之前委托的 还是我从朋友口中 说漏了嘴听到的 那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你自己跟她相处之后 我跟她相处之后 我就觉得她不是这样的 她有时候还脾气很暴躁 然后特别粗心 以自我为中心 考虑不到别人的感受 具体都是哪些细节 让你就觉得 这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啊 脾气暴躁啊 不在意你的感受 我们在一起 没多久的时候嘛 然后她会带我一起 去看电影吃饭 还带我经常去散散心 旅游逛街 这不完全以你为导向吗 没有她自己啊 这只是暂时的 就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她演出来的 后来在一起以后 我发现她不是这样的 多久之后你发现她变了 就在一起两个月左右 哪些细节就体现出她变了呢 她下班之后回到家不洗澡 直接整个人很躺在住的地方 然后一下班就在那儿 空调开得很冷 然后我又怕冷 她就不管我冻死 死活她不管 然后吃饭嘛 她就爱吃那个特咸的 特辣的 就点了自己吃 你爱吃不吃 我现在自己吃饱了 我在外面工作很累嘛 很辛苦 她在家待着她不工作 肯定天天也不热 我在外面一回来就特别热 你为什么不工作呀 我也是有特殊原因的 我之前的工作需要用手 是美容嘛 然后但是我后面 就得了关节炎嘛 就是特别严重 就干不了之前的工作了 她也特别支持我 不让我去工作 那可以换一份其他的工作 为什么不做呢 我做什么工作 她都说我不好 要接触男性 所以说现在不上班 是因为她不让你上班 对 为啥不让人工作呢 我怕她在外面接触的 年轻率性的男孩子比较多嘛 所以我这个内心 就比较不自信 所以是你不让她去工作的 对 我不让她工作 那你还抱怨人家不工作 但是到最后发现 现在工作不好干 就是钱不好赚了 可能就稍微有点那个 行 她也不掩饰 就说我是实在的 我以前挣钱容易 我愿意养你 我现在挣钱难了 那我回家只能这样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好 行 你接着说 还有什么事 她年龄也是骗我的 她不是41岁吗 资料上说 她身份证上80的 她告诉我86的 我不介意年龄 但是我介意她骗我 就是她曾经隐瞒过年龄 之前的 那个朋友圈也是假的 这个也是骗我的 后面我在家里面 不工作的这段时间 她也不管我 我不上班 也没有收入来源 我都是靠我以前的积蓄 帮她还信用卡 后来还不上 我都找我妈 借过几次钱 这是为啥呀 不让工作 有人给你还钱 是为啥 也不是 就是我以前做生意 做亏捆了不少钱 然后她身体不好 我又心疼她 我又不让她工作 但是我要去上班 上班工作的话 然后讯款多期又要还 我就让她把我电还一下 然后我再还给她 怎么了 逾期了 她就在这个时候 她告诉我 四月份的时候 又催我要结婚 还要我快点生孩子 后来她妈妈 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她妈妈就说漏嘴了 她妈 怎么了 她妈说之前 帮她介绍个老婆 离婚了 听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震惊 就她有婚史 是吧 有孩子吗 她说没有 我害怕到时候 又冒出来一个孩子了 我就不知道 你还有多少事情 瞒着我 咱一点一点来好吧 资料上说您41岁 您到底是41岁 还是多大 41岁 这是真实的 结过婚吗 结过婚 哪年结的呀 18年 三年前 对 啥时候离的婚呢 19年离婚的嘛 为啥 感情不好 婚姻这么短暂吗 谁提出 那也算是前妻提吧 也算是她吧 人家为什么提给你离婚呢 首先第一点 我不是特别爱她 你不爱她 你干嘛跟她结婚呢 那不是父母 说年龄大了 催着结婚吗 在农村这么大年龄 你没结婚 人家不笑话吗 对啊 那你为什么在农村 那么大年龄 没结婚呢 以前谈过对象 后来做生意 亏了很多钱 人家不愿意跟你来 18年的时候 终于有人愿意 嫁给你了 对 但是她也很爱钱 刚开始 她也觉得我很有钱 其实我没有什么钱 等于18年 你又骗了一个女人 跟你结婚了呗 我也没骗她 那你怎么会认为 你有钱呢 因为我是做 汽车销售的嘛 就朋友们发很多 新车 二手车 都有人家觉得 我是二手车老板 好有钱 实际上我是打工的 但是你也没说呀 她没问我 我也没说 那就是欺骗嘛 那也不算欺骗嘛 你没有钱 故意让别人觉得你有钱 就不是叫欺骗嘛 那也不是说故意了呀 那你也没有主动跟人说呀 你都要结婚了 也没有跟人坦诚啊 行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是去年五月份差不多 这个女人是你喜欢的 对 我喜欢她 那你干嘛骗人家 我也没有骗她呀 她有很多事她没问我呀 所以不问你就不说了是吧 对啊 不问我说她干嘛 什么事都要跟她讲不是不好吗 那你现在能讲了吗 我现在她都知道了 基本上没有什么隐私了 首先你欠债 是 其次你也是离婚的 对 确定没孩子是吧 确定百分之一万没有 行吧 所以因为这个 你就要跟她分手呗 对 都是我自己发现的 家人说漏嘴了 她家里面人才知道 所以我也很好奇啊 就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 总是要了解一些背景的嘛 那你怎么会不问呢 我问不出来 她当时骗我说她单身 又撒谎 你说她没问 那我你给我回我也是单身呀 她也没问我 这不 哎呀 这可以啊 你这习惯性了是吧 哎呀 真行啊 我再问问 你低段婚姻没有孩子啊 我有 孩子跟谁呀 是前夫 为什么离婚呢 性格不合 男孩女孩 女孩 我没有跟她讲详细 因为这都是过去了 有过去的 对 你们俩这 我早跟她说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 她也接受我了 那你也没说有孩子呀 那你还看孩子吗 很少看 因为她出国了 在国外 哦 孩子和前夫出国了是吗 对对对 女儿多大了几年 差不多十岁了 离婚几年 我有七年了离婚 行吧 糊涂女人呢 想要一个爱 想要一个家 是吧 嗯 发现错付了 是吧 嗯 其实你完全可以离开她 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呢 她想挽回 我妈也劝我 说你三十多岁了 也离过一次婚 而且没有工作 有个人愿意照顾你 愿意给你个家 而且她认错这么诚恳 说她 不是 你妈是 准备给你找一个饭票是吧 就你妈说 哎呀 闺女儿 我养不了你了 我给你找一食堂吧 这食堂愿意收留你 管她是吃这个素食 还是吃荤食的 还是吃馊食的 您进去吃了就行 你妈是这么想吗 你也这么想吗 我不是 我就是想分手 可是又因为 家里面人那样子劝 你能特别清晰而明确地告诉我 你第一段婚姻 到底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吗 嫌弃我 对方嫌弃你 嗯 嫌弃我的工资不高 不会赚钱 嫌弃我 不会做饭 后来谁选择的离婚啊 我受不了 她老是跳我毛病 我就跟她离婚了 明白了 行吧 那今天就想分开是吧 嗯 想分开 你是真想分还是假想分 有点矛盾 家里面人那样说 你觉得她对你是真的吗 她人是挺质朴的 我 她质朴 就是 你怎么判断出来她质朴的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判断了 我想请老师们给我有一点意见 哎呀呀呀 哎 质朴的兄弟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你再来欠多少钱的债 以前欠了一百多万 现在还得差不多了 还差七八万 我做生意以前做服装的 我最早做手机生意 赔了 赚了 赚了手上有钱了 我就觉得手机利润小 我就干服装 然后投资个服装店 光装修费加转用费 就涂了一百多万 所以欠了一百多万的债 还有做其他也可以了 就从来走下坡路 就干什么就不行 干什么就不行 这话是真的吧 是真的 确定是真的吗 确定是真的 我就不敢信吗 你什么不敢信的呢 因为你骗她 骗得太狠了嘛 说我骗她干嘛呢 我现在还欠银行钱了 我每期都得还 把私人的都还完了 那我再问啊 你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 卖二手车卖得好的话 一个月挣个两万 三万 卖得不好就赚几千块钱 好 那平均一年下来 应该挣多少钱 因为挣个万万块钱吧 行 我再问 喜欢那个女士什么呀 其实她人挺好的 也挺单纯的 你喜欢她单纯 对 现在有30岁 但是她有时表现得 像29岁那种 我觉得她挺好的 你都觉得她好 你干嘛还骗她呢 你为什么不拿出你的真心来 好好跟她交往嘛 多好 但我不是骗她 因为现在 你不能说自己太穷了 太穷了 人家一听你都躲着你啊 那你也得实话实说呀 她没问我呀 我也没打算忽意骗她 就这个 你还有什么疑惑的 你都把它问出来今天 我就想问一下 你还有没有什么隐瞒我的 你这个问线条太粗 你可以把它细化 以后不准 再有什么隐瞒我的 完全可以坦诚地跟我说 我让您提问 所以她看得很准 她单纯 我一说这个 我就明白了一点 打心里 没想拒绝这个男人 真想拒绝这个男人 提什么问 直接一句话 我就想跟他分开 我根本不想听他说嘛 问题还没问呢 马上又来了 未来提出了要求 说以后你不许骗我 她的承诺你敢信吗 我没有骗她 但是她就没问我呀 这不就是最大的问题吗 你奔着要跟一个女士 结婚的方向走了 你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事 跟人说清楚啊 欠没欠债得说清楚吧 结没结过婚得说清楚吧 但是这个都是敏感词 有没有孩子得说清楚吧 这都是敏感词 不能跟他讲的 他也不问 怎么能跟他讲的 这是谁教你的呢 特别在婚姻这块 人家 你要是离婚了 人家大姑娘一天 你离婚了 人家首先第一点 对你打扮了 对不对 你要说 那你得坦诚啊 你真是把自己当二手车卖了 我这扳过筋 扳筋不能告诉你 你问我扳过筋没扳过筋 我说扳筋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 很多人不会跟你讲很多的 所以你这个价值观就弄得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真的不知道 你有没有完全说嘛 因为我们不可能都问到 对吧 我不可能问你说 你脚臭不臭对吧 你喜不喜欢洗澡 你讲不讲卫生 就类似于此嘛 我怎么可能全问到呢 你把你觉得敏感的 你都招了行不行 现在没有什么敏感的 也不在外面沾画热头 那你以前不是对人挺照顾的 现在不也不照顾了吗 照顾也照顾 但是没有 以前地度大了 还想娶她吗 行 所以就是这样一副 憨厚的样子 让你信了她 对吧 我觉得我要再跟她聊下去 我也信她了 你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恋爱需要真诚 需要坦诚 不需要套路 更不需要欺骗 很显然 女生 你遭遇到了套路 遭遇到了欺骗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用希望这个大家的一个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地友们的一个人 普遍不 表妹 我就拿来了 são真 aimed at me 你一切比较你 就归来 明白吗 我觉得就是刻意的欺骗 这真的不是说 你没问我没说这么简单啊 如果你没有主观的 这种欺骗的这种动机的话 你怎么会发动 自己身边的朋友 来一起来给他做这场局呢 所以女孩子啊 我给你两个提醒 第一个提醒 我觉得你要怎么去评判 这个人 他的人品 他的人性呢 你要看他身边的朋友 他可以为了追到一个姑娘 发动他身边所有的朋友 配合他演戏 而且这些朋友 还乐此不疲地帮他 甚至说你要是能追上 我就佩服你 可以拿着恋爱这种事情 来耍这种心机 做这种局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善良的人 能做出来的 还有第二点 姑娘 你刚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细节 你说他不希望你出去工作 这其实是想要控制你 在这样的感情生活当中 你既没有工作 也没有收入 将来万一出现了 任何的情感的状况 你连反抗的底牌都没有 我真的觉得你现在很危险 首先让自己工作起来 然后让自己有收入 让自己有朋友 一定要敢于把自己 感情当中的这些 你认为不好意思告诉别人的事 一定要敢于告诉别人 那是你的亲妈呀 你妈说你看她照顾你 她能够心疼你 这多好的一个女婿啊 你妈妈知道她欺骗你吗 知道她用了那么多 恶劣的手段对待你吗 所以你别太要面子 要敢于把自己生活当中 感情当中的这些事 拿出来去跟别人分享 好不好 你其实才31岁很年轻啊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观点 特别不像话 说什么女人离婚了 就不能再挑了 这些观点往往都是咱身边的 自己亲朋好友给输出的 打出的旗号还是为你好 但是我觉得女人 就记住一个原则 你不能因为选择了一段 爱情之后 让自己的生活陷入 一团糟糕 如果让自己的生活 倒退了N多年 生活质量还不如一个人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样的爱情不如不一样 特别想问姑娘 你这一直搓手紧紧张张的 为什么 我站得久了 有点 有点晕 可是你刚上台来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怎么看她 也是一直在很慌张 为什么 我说她脾气不太好 我说话有时候会注意一点 就因为你会担心 你说的话说得不好了 她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举动 让你不舒服 对 姑娘 刚才我一直在想 你男朋友说 她因为喜欢你是 你很单纯 我在想为什么 为什么觉得你单纯 现在我知道 她其实说你是美老子 你妈妈真觉得 她是一个好男人吗 有担当 有责任心 她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 因为我妈不知道 我不管妈妈知不知道其他的 你妈妈真的认为 她是这样一个人吗 你妈只是想劝我 如果你妈妈认为 她是这样一个人 你也相信你妈妈说的话 你就是真的没脑子 因为跟她相处的是你 我就说她几个动作 第一个 她刚刚告诉你很明确 我当初追你的时候 是因为我要追到你 所以我花心思 现在为什么对你不好呢 追到了 到了就够了 第二个 为什么我要让你在家 不让你工作呢 因为我怕你被别的男人追到 你对她来讲是什么 只是战利品 她给她的所有朋友 炫耀的一个战利品而已 得到了 放在屋里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真的爱 真的爱是什么 真的爱是你跟她在一起 你会觉得很舒服 你不会在这儿慌慌张张的 所以姑娘 用点老子好不好 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感觉不对劲就是不对劲 没有那么多找原因的 改不了就是改不了 你才31岁 出去有手有脚的 占贵姐都可以啊 你既然做过美容 那你去做化妆品啊 卖化妆品需要飞机地吗 需要你用手吗 回到自己本心 不喜欢就离开 那同样对男生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不管这个女生 你能不能真的跟她在一起 首先先对自己的人生负点责任 对你爱的人负责任 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婚姻 我不太能理解 一个人已经被欺负成这样了 你怎么还是 万一她以后不骗我了 满满的这种幻想呢 你能感受到自己被人欺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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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期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也不是有意偏离 我就是以前做错了 我都要改正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不再隐瞒你什么 你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 希望你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 把外面所有的债务分清 然后对你一个人好 希望你原谅我 还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把日子过好一点 好好赚钱 谢谢完美啊 请回请回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 2360 6301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虽然你没问 但是我还得告诉你 只要向你收费的就属于诈骗 我说了 我是真说了 虽然你没问 对吧 来 我们来看看 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一直看她 她就在那个门后面 她在看呢 女生出来她就出来 女生不出来 我也不丢这个人 一直在后面 在感情当中都这样 不择手段 我觉得她也不会有幸福 如果今天在这个现场 你能通过这样一段恋爱 明白了这些道理 我们也愿意 能够重新来过 获得幸福